就给前场更长的一个距离去夹击 王瞳 夏天跟野党练完了以后 这爆发力更强了 当然王瞳在上赛季 有点让大家觉得可惜 受伤的节点在全民兴赛上 对 我也在开玩笑 我说今年你用什么姿劳 他说今年里岛不能让我参加了 这一次快攻制空 很可惜 这次漏了 一定不能 我们刚才说了王瞳的特点就是扣篮 扣降 这样的话就给前场更长的一个距离去夹击 王瞳 夏天跟野党练完了以后 这爆发力更强了 当然王瞳在上赛季 有点让大家觉得可惜 受伤的节点在全民兴赛上 对 我也在开玩笑 我说今年你用什么姿劳 他说今年里岛不能让我参加了 绕前 绕前来防 后面大家看胡平先协防的位置 非常的到位 但是正面打开夏顺之后 王瞳这一点没人去协防 第一个点协防到位了 第二点没有 这个莫泰王瞳又吃饼 今天王瞳就扣篮 就是扣吧 给广东队带来了非常大的难题 两罚中心 两罚 华胜伟的篮板球 那其实在顶王瞳的时候犯规了 十一号万瞳一来有点尴尬 对 拳打了一股丝太难了 还打身体了 如果有里根在的话 这么大可能性 是 王瞳的中头 有阎老师的功劳在里面 刚才有助攻赛 有助攻赛 直接出 哇 王瞳 今天王瞳 他在王瞳面前还是要小心 自己这个点啊 确实得说这是上海队比较倔强的一个点 倔强的一个点 嗯 倔强的王瞳 好像一款游戏啊 哈哈哈 这球啊没接好 接好了 坐着望在篮下 这就直接空篮了 哦 王瞳又盖了 这球是难啊 两个人夹击 这时候可以往外传一传 是啊 各三个 对 王瞳 哦 这爆发力 他就起跳的速度快 弹速快 有窜天猴的 哈哈哈 哎呦 完了完了 哎 红毛鱼啊 今天啊 确实只有王瞳这点呢 给广东队带来的八分 对对 莫泰这都是准备的比较充 没错啊 好 换人 差点就盯一个 差一点 今天 上场之后效率 进攻效率非常高 打的非常的有自信 哦 哎呦 今天就这一点不奈啊 今天 老头 都心心 哎 你看 两个人夹击 时间可以投了 自己来吧 但是却心里更郁闷的 打球啊 再创新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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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遥遥落后 今天咱们都是什么词啊 王瞳 九宫格 对 这词很多 对 九宫格 这就 这就无关于场面上的这个 对 啊 有二球船呐 就成全王瞳 完了 这要送出猫语吧 这是 倒是来点花样吗 你才保守的 这就扣了啊